李清照及其他 在新戏集的作品中 还有一首词值得注意 山那畔别有人家 只消山中山水光中 无事过这一下 五醉醒时松疮逐步 万千潇洒 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 却怪白鸥虚拙人欲 下位下就蒙都在 新来末世别有说话 这首词跟前面所引的 但觉新来揽上楼一样 也是罢官闲居上导期间的作品 风格和调性却有不同 那首对仗 公正典影平和 这首呢 如白话幽默清新 咒语一煞而降 山内盼别有人家 却怪白鸥虚拙人欲 下位下 都是看似平淡 其实精致的传神之笔 新七集说 他这是学了李清照 李清照备受推崇的传世之作很多 比如 寻寻览觅 寻寻觅 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 气气 炸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心 三杯两盏半酒 怎及他晚来风急 燕过夜 正伤心 确实就是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笋 如今有谁堪债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间细 到黄昏点点 滴一滴 这次地 怎一个愁 自了得 这首词啊 是李清照后期的作品 由于北宋灭亡 继而呢 丈夫去世 出生人书香 嫁到官患人家的他 几乎一夜之间 就有贵妇 变成了寡妇 育民变成了难民 如此巨变 在他的内心深处 造成了伤 是这个无法平复 因此 尽管生生慢的词谱 原本规定压平生运 取掉眼力比较 其后 李清照却将命脚 与伤声改为入声 并且与用双声和叠声 完全改变了此心 如此激促 犀利的悲怀的悲怀之声 跟心气极内说 宠奴而尽 仍轻松欢快 欢快可谓是大相近 但如果将 却怪白欧虚拙人欲下未下 和胡同更坚 细到黄昏点点滴滴 相比较 却不难发现 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 实际上 李清照和心气极 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善于用浅显清新的语言 白描般的塑造 刻画出生动鲜活的 艺术形象 比如 常寄西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幸尽满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 欧鹿 李清照这首如梦令的词 当然不如同调的 昨夜风咒语剧那么有名 因为后者有 英式绿肥红瘦的名剧 不过 要论这个画面感 那么误入藕花深处 和惊起一滩欧鹿 显然更能瞬间抓住读者 并让人过目不忘 实际上 李清照也是得天读侯 他的父亲李克 李克飞 李格飞 李格飞是这个苏式的学生 丈夫赵明成 则是金石学家 于是才华横溢 又学养极高的他 便经过不让须美 甚至表现出苏式的词峰 天接云涛连小雾 星河欲转千帆路 仿佛梦魂归地所 闻天语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暴露长街日暮 学诗那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棚正举 风修筑 彭州吹去三山去 正如苏式的念奴交 赤笔怀骨 写于落难之时 李清照这首瑜伽号 也坐于他难度之后 看来啊 所谓的国家不幸 施家性 富道沧桑 巨变功 并非没有道理 这首词啊 气势磅礴 音调之豪迈 也不输任何豪放派词人 尤其是呢 风修筑 彭州吹去三山去 真可谓 亦往无解 但这在李清照的词中 只是个例外 实际上 作为秦官之后 又一位晚约派的 慈宗 他写的多 写的好的 仍然是 离仇别墅 和倦异贤仇 只不过 只不过 因为是女人 又是大手 所以情感体验固然真实戏 艺术手法也能够创意疊出 语言浅显而思绪清新 慈大于水 而这个味却浓于酒 比如下面这首 红偶香残 玉南秋 清解罗沙 独沙兰州 云州谁寄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 水自流 异种相思 两处贤愁 此情无忌可消除 财下眉头 雀上心头 也许这才是李清照的当行本色 李清照之后 义军突起的是新契级 以及他的战友 陈亮和刘过 刘过是典型的心态 甚至有过之 无不及 某些作品 如果编入新契级的词 这个词谱级 恐怕会得到认可 唐上谋臣尊主 编头将士干戈 天时地利人和 账族 账族 尘量则是气管长红 他跟星期级一样 喜欢登高望远 借骨 逢金 而且如雷霆 霹雳一发 便不可遏制 比如 微楼海望 探此意 金谷几人曾会 鬼射神师 浑人座 天县南疆北激 溢水横尘 连岗三面 做出征雄士 六朝和氏 只成门户 司祭 音效 王谢诸人 登高怀远 也学英雄替 平雀江山 管不到 河落心滩 无际 正好长驱 不许反顾 寻取中流士 小而破贼 事成 宁问强对 这种比 古人的不可一世 心细极 也没有 凭借艺术成就 在南宋瓷坛 与新戏集 分顶三足的 是吴文英 和江辩 两个人都精同 于音律 长鱼 音诵 还都是这个 附庸豪门的清客 也就是 五文诺末的寄生虫 因此 尽管他们曾经 一度被抬得很高 却 其实名不副实 尤其是吴文英 他的词 简直就像某种工艺品 看起来光彩多目 却不堪戏度 幸好 幸好 还有这个 江辩 他的词呢 还是可圈可点 比如 艳艳无心 太湖西畔 随云去 树风 清苦 商略 黄昏 可惜 也就是 辽若 陈兴 的树立 而已 南宋后期 独树一帜的是 刘克庄 如果说 燕淑和 欧阳修 开创了 婉约派 的传统 在秦关和 李清照那里 达到了 顶峰 那么 吴文英的时代 终于变成了 雕虫小级 那么 苏氏引领的 豪放派 慈丰 经由 新契级 更上 一层楼之后 又由 刘克庄 重放 光芒 久憨 耳热 说文章 京岛 林墙 推岛 胡闯 旁观 拍手 笑疏狂 疏又何妨 狂又何妨 这可堪称啊 不恨古人 武不见 恨古人 不见 五狂 耳 同一词牌的名作 还有一首 就是蒋洁的 蒋洁是 工地朝的 进士 集地之后啊 是这个 遍是这个 南宋灭亡 自己呢 也流落天涯 因此 尽管 这首词的题材 并不新鲜 读来 却是 一帆滋味 在心头啊 一片春愁 带酒交 江上周遥 楼上连招 秋娘渡雨 太娘瞧 风又飘飘 玉又 潇潇 何日归家 喜客跑 银子生掉 心子香烧 流光容易 把人泡 红了樱桃 绿了霸椒 这首词 是蒋洁 在流浪图中所写 秋娘渡和太娘桥 则是苏州 无疆的地名 国破山河在 江南也依旧称加厉 但 风又飘飘 雨又潇潇 那感觉 已非王雨晨的 一缕 孤烟 行 下面的这首 于美人 则更加的沉重 少年听雨 歌楼上 红竹 昏罗障 壮年听雨 客舟中 江阔 云丁 断言 叫西风 而今听雨 僧如下 并 心心 悲欢 离合 总无情 一刃 接前 点滴 道 天 红竹 昏罗障 断言 叫西风 点滴 道 天明 这简直就是浓缩的 宋史 往日 繁华 风光 不再 历史 进程 不堪回首 北国 北国 早已 铁血 南方 一片 狼藉 只不过 好歹 还能 听听 雨 也许 这就是 南宋 最后的一点 风流 好 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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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